Hello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 今天吴亦凡的事情霸占了热搜榜首,影响实在是太大 跟吴亦凡有商业合作的品牌纷纷宣布解约 包括韩束和利白这些大品牌 甚至连康师傅冰红茶都跟他解约了 腾讯这样的大公司当然也会马上做出反应 腾讯视频已经和吴亦凡解除合作 在20年的时候,王者荣耀请过吴亦凡代言 当时一起代言的明星还有杨幂和宋茜 以及伊仰迁徙等人,吴亦凡的事情爆发后 官方已经删除了20年的代言微博 并且王者官方还发出了公告 表示和吴亦凡的合作关系已经在今年上半年结束 王者的公关真的很会处事 居然犯会了自己20年的微博去删除 而且还发出公告及时摆脱联系 这样的操作确实要佩服王者的公关 不过这样的负面影响摆脱的越干净越好 王者处理这方面的事情是不可含护的 包括之前鸟妹新皮肤的事情 以及和维他奶解约都犯得很及时 这样的处理态度确实能够赢得无数网友的点赞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王者删除于一般合作的微博呢 我是李飞白 记得点击订阅按钮 可以收到我的最新视频